我是有参加我们学校的俄罗斯舞蹈社团嘛 并且前段时间还上台表演了 所以这期呢我就想分享一下 参加俄罗斯学校的舞蹈社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咱们就开始吧 我们的这个舞社叫Finti 那我是怎么加入这个舞社的呢 真的是非常巧 我们之前在我还住宿舍的时候 我们宿舍有开过一个集会 去讲关于宿舍方面的问题嘛 然后正好还有一个女生 她既负责我们宿舍的一些事情 她还说她负责学校的关于体育锻炼的一些方面 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去找她 那我当时就问她 我说那我们学校有没有什么舞社呢 因为我想跳舞嘛 她说哦是有的 那如果她有消息的话就会告诉我 后来这个负责人 她就把我们舞社队长的电报推给我了 那我就加了我们队长了 然后加了之后我就说 你好我想加入你们的舞社 然后我队长就说 啊我们的选拔已经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还想加入我们的话呢 你可以发几个视频来 这样我看看你可不可以加入我们的舞社 再听到她说这个的话 我已经很震惊了 因为我们之前大学的舞社是那种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 比如说每周三或者是每周四有活动 然后你想去跳你就去跳 是完全自愿的行为 你想去不想去就不去 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拔 宁记处也可以 但是这个她竟然说有选拔 还要发视频 我当时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 但是我还是发了视频 我们队长看完我跳舞之后 我就说好酷 然后我们队长就发给了我一些 关于跳舞的信息 比如说时间地点什么的 这个时间表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 因为她每次跳舞 我们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跳舞的 在我本科的时候 大学每个教学楼前面不是都会有镜子吗 一个大镜子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直接在大镜子面前跳舞的 就是教课也是在那里教的 就可能每周三下午 会有一次这样社团训练之类的 然后你想参加参加不想参加不参加 我们队长告诉我的是 现在是必须参加的 一直要到10月多少才可以不参加 然后每周三天的几学 也是必须要参加的 地点还不一样 你就要跑这跑那 他们的这个场地也是要申请的 向学校申请说 比如说星期四的这个时间 晚上接到几点 我们要用这个教室 然后是要向学校申请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训练 也就是为我们这个新生节做准备的 其实我们是要表演的 所以才是强制要去的 那我之后又问了 是说我们之后所有的活动 都是要一定要去的吗 他们说不是的 就是只有这个新生节 因为你刚参加社团嘛 那这个第一次的活动 你肯定是要参加的 但是之后你想不想参加 那就是你自然可以选择的了 所以我就阴差阳错的 开始加入他们 开始跳舞 开始为我们的这个表演做准备 那在跳舞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了 俄罗斯和中国舞团的一些不同 首先我们的热身动作是大差不差的 可能有一些个别的动作会不一样 但是大体的思路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是会随身携带 跳舞时要用的衣服和鞋子的 衣服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在跳舞的时候 你可能会出很多汗 所以他们会专门换一下 跳舞时专用的衣服 那鞋子这个 我反正是第一次捡 来跳舞的话 是一定要带一双新的鞋子的 这个鞋子不能是在外边踩过的 一定要是干净的 然后在进舞蹈教室之前 你就一定要换上这个新的鞋子 换上之后才能进 那如果你没有带干净的鞋子的话 那你就光脚进教室来跳舞 在国内我反正 目前还是没有建国类似的规定 俄罗斯这方面还是蛮严格的 去跳舞的时候 一定要带一双干净的鞋子 然后就是俄罗斯人比较喜欢拥抱 那我们每次跳舞见面的时候 都会先来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再开始 这个就是他们打招呼的一个礼仪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还有就是电子烟 电子烟在俄罗斯真的非常非常泛滥 我们跳舞的时候 中间不是会休息吗 就可能喝口水什么的 当然很多人 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第一天知道的不是喝水 他们是戳一口电子烟 要戳完电子烟 吐几口之后才开始喝水 我不太喜欢这个 但是确实电子烟在他们这非常的泛滥 还有就是他们很会freestyle 这个指的不仅仅是他们擅长freestyle 指的不仅仅是能力方面的 当然有些人能力确实很强 但更多的是他们非常敢 他们非常敢于展示自己 就是哪怕可能他们跳的并没有非常好 但是他们一点都不休于展示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 还是会跟着节奏来一起 尽量的释放自己 非常自信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我要向他们多学习 那既然提到这一点了 我就必须要说一下 我觉得我们俄罗斯的舞团里边 有很多人真的超级艺 真的是艺人 有非常多的艺人 我自己就是艺人 我是EFP 但是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 我就是爱人 他们比我要艺的多 有一个女生前期还没熟的时候 她也不怎么说话 也不怎么社交 我就以为她可能挺内向的 结果变熟了之后 她一下子就变得巨艺 真的是巨艺 不是普通的艺 我都震惊了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的艺人比我们的艺人要多 并且俄罗斯的艺人比我们要艺的多 OK那接下来就要介绍我们这次表演的舞蹈了 我们这个舞蹈分为两趴 第一趴是high heels 第二趴是hiphop 那首先比较让我震惊的就是 在新生节上竟然可以跳high heels 跳高跟鞋 我还是蛮震惊的 因为高跟鞋那是比较性感的嘛 而且你要穿着真的是高跟鞋来跳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学校怎么样 但是如果换做我之前国内的学校的话 这个节目肯定是会被砍掉的 肯定是不让表演的 因为是给大一新生看的嘛 或者是大一新生来表演的 那可能领导们就会想 这样是不是不合适 反正如果是我们的学校的话 以前肯定会这样做 那所以在看到他们这个新生节 可以跳high heels的时候 我已经很震惊了 然后真的很不错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舞蹈 三分多钟的舞蹈 从头到尾 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队形 都是我们的队长 他们自己想的 因为有四个人负责 两个是我们的大队长 然后他们负责完 我们这次新生节之后 他们就已经要退役了 然后还有两个就是 要新上任的两个队长 那他们四个人 每个人负责一部分 每个人负责编一部分 然后最后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舞蹈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有才 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 也在学校表演过嘛 我们一般都是扒舞团 发出来的那种现有的视频 然后比如说 那种视频里有五个人 那我们就会挑五个人来表演 然后每个人扒自己的部分 这样的 就是直接模仿嘛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过 自己编舞 自己编队形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来做这样的 所以真的很震惊 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自己编舞 自己排队形 然后自己表演这种 就已经不是学校舞社的那种范围了 而是就像外边真正的那种舞室 他们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而且这还不是最让我感到震惊的 最让我震惊的是 除了舞是他们自己编的之外 这个歌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你们感谢 天哪 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是他们自己写的 然后他们找了专门的人来remix 当然我们是贪钱了的 每个人贪了 赚20块钱吧 然后最后就创造了一首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就是这个歌是真正属于我们团队的 这首歌当然也是我们队长自己唱的 但他们唱的真的很好 真的像专业的一样 因为这是一首rap嘛 然后他们的那种 有些部分的那种感情啊 那种真的做得特别好 真的跟专业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我真的非常震惊 当然这个也是他们第一次做 因为我们两个大队长 他们不是要退了吗 就是不带我们了 所以他们想在最后的这次表演中 就是创造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那这个作品真的是完全全属于我们自己的 真的特别好 真的时常惊叹于俄罗斯人的创造力 他们真的太有才了 然后我们的队长们 他们跳得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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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是专业的老师 对我们有两个老师已经是专业的舞蹈老师了 现在他们就已经是在真正的舞室来教课了 然后我们新的队长 他们两个也跳得很好 但是他们还不是老师 但是他们真的跳得非常厉害 就一点都不像学生 所以虽然我是阴差阳促的加入这个舞室的 迷迷糊糊的就要表演了 就这种状态 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太值了 一点都不后悔 我不但能跟他们学到非常多关于跳舞的东西 也交到了很多俄罗斯的朋友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非常感谢 OK现在我就来播放一下我们表演的完成天端吧 好的 去摄滴 말씀�私是否更容易 華人的妓賞 我十足的妓賞 我十足的妓賞 我寫了一廓 Rap DMX 不是美国道 Russian曲 她積儡 聽自己的曲 writing 半年以上 employees 今否摄了一種歌 現在她聽了 背轉的婚 Fair.Dipämän 打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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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